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用伞 你怎么办 这么漂亮的一位小姐姐 因为上次的节目出来后很多人留言 后台留言爆了 三分钟之内我要小姐姐的所有资料 类似那种套路 然后没办法了 几英波子终于约到我们这位小姐姐出来了 是 因为在沟通的 沟通的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就问到了 因为小姐姐她曾经在重庆 成都 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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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今天他们讲话这么凌乱的今天 君米你来问吗 没 没 就是说她跟 你这次在成都上过学的 是吧 小姐姐 对 那你就是说她那个店跟成都那边的有什么 是一样还是有点不同 还是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在广州算是比较正常的小吃 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 假如你见到我们品尘期节目组拍摄的当天 是姚大秋的话 你会出现 你会出来说话吗 会 然后找她用你们的联系方式 哈哈哈哈 几经周折 终于就把你叫出来 叫 蚂蚁叫 哈哈哈哈哈哈 最近听我的一个梗 就是说 你这么能吃 没人会要你的啦 太胖了 然后 蟑螂要 蚂蚁要 老鼠要 今天也没有化妆 你 哎 上节目为什么不化妆 我化不来 我觉得不会化的化的 然后你会化多久 要不搞酒 会变半分子 炙 人 但是 变成 蚂蚁的 一个 这些资格 对 这些资格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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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咱们都有些时间的 嫩嫩的那种感觉还是会有的 咱们可以料理一下 可能它的味道相对来说就是非常统一 这一桶里面的所有的味道就是辣的味道 就这种辣的味道 如果能夹泡椒的话也能吃 泡椒 吃一下 吃一下 生哥是不能吃辣的 还要挑这么大的一个泡椒给我 吃完了 很好吃 它那个泡椒汁会冻爽 就好像一个炸弹的感觉 会爆吃 会爆吃 到你表演了 在这个moment 到你表演了 到你表演了 这个辣很多 这个辣很多 不要吐了 好 来到今天系列 没有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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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看他喝完整杯 喝完 在哪里辣的 真的 没有辣 因为第一次吃 然后环境也不算太高大上 味道也不一定是非常的惊艳 但是呢 有一些朋友 包括你 包括之前有一位朋友说 这边挺正宗挺地道的 会有成都串串的那种感觉 偶然吃一顿半顿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来我们节目呢 我怕给你品尝器掉粉 不会不会不会 再次感谢你 好吧 希望下期有机会了 无论怎么样都好 在其他平台 如果你喜欢小姐姐也好 喜欢我们品成奇也好 都希望可以关注我们品成奇的微信公众 到最后多谢NFL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星哥 夜了 开车过来 对啊 有我开车 对啊 放下车了 小姐姐 你没信多少能不能在家里 像我就是 哈哈哈哈 一走我自己来 你弄东西的了 他们就是这样子 我告诉你 真的就是这样子了 拜拜 我送你回去 送你回去 喂 喂姐 今天啊 星哥和一个女儿 嘉宾给你吃饭了 都吃得很开心啊 跟你说 哎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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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